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受谋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 今年的5月20号 柬埔寨的国家悼念日上面 从官方到民间都举办了许多活动 纪念波布政权垮台45周年 波布是1970年代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 也被认为是亚洲史上最凶恶的独裁者之一 甚至还有人说他比希特勒更邪恶 因为他领导的极左独裁政权红色高棉 在1975到1979年之间 效仿了中国大要进 推出了一系列极端的社会改革 甚至也为了铲除异己 发动了残暴的政治侵袭 结果让柬埔寨上演了一场大屠杀 在他执政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 柬埔寨就有大约200万人 相当于是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 死于非命 而这段历史也被认为是亚洲史上最邪心的一页 到底柬埔寨经历了些什么 波布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那他后来的下场又是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讨看看吧 每年的5月20号是柬埔寨的国家悼念日 人们会透过表演单轮的方式 纪念从1975年到1979年 死于红色高棉政权的人民 而在柬埔寨的土地上面 也依然遍布着当时暴政的证据 根据柬埔寨文献中心的研究 目前在柬埔寨境内 已经发现了将近2万座当时的乱葬缸 里头埋了上百万具男女老幼的遗体 而这些地方后来也被人称作是杀戮战场 专门指红色高棉政权 大规模的杀害埋葬人民的地点 此外在首都金边 还有一座恶民招战的监狱S21 这里名义上是监狱 实际上却是红色高棉的秘密刑场 用来酷刑逼购够 处决政权眼中的叛徒、内奸和敌人特工 包含了前朝政府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尚、僧侣 甚至红色高棉内部的军官、士兵 都曾经被送到S21 而且几乎都是有去无回 几乎显示 这里曾经囚禁过大约1万8千人 但目前已知的幸存者只有7人 在红色高棉倒台之后 这座S21的存在和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才逐渐被外界发现 而现在这里也已经转型成了博物馆 对外开放 展示这段残暴的历史 那了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或许就要从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布谈起 波布的本名叫做沙洛特少 他在1920年代出生与法国殖民下的柬埔寨王国 父亲是富有的农夫 母亲则是受人敬重的佛教徒 不过他在农村父母身边的时间并不长 由于当时柬埔寨的教育资源很有限 所以在6岁的时候 就被送去的首都金边给唐姐抚养 因为她的唐姐是柬埔寨国王的宠妃 有财力和关系送她去读书 沙洛特少就这样一路升学 在学校认识了不少的权贵子弟 包含了很多她日后在红色高棉的同志 但当时她其实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 直到1950年她拿到了奖学金去法国留学 而当时正好是法国左派运动最兴盛的时期 由于家乡柬埔寨保守战争、殖民摧残 阶级贫富的差距悬殊 所以沙洛特少很快就被共产主义的 阶级平等理念吸引 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理论 甚至还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而就在沙特洛少政治启蒙后不久 家乡柬埔寨的政局也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国王施亚努的带领之下 金边在1953年脱离法国殖民独立 而沙洛特少也因为新系国家 决定放弃学业返国 国王施亚努虽然实际立场亲共 更和中共的关系密切 但他因为担心内政不稳 上任之后就开始打压国内的左派运动 所以沙洛特少回国之后 就一边当数学老师教书 一边暗中参与地下共产党组织 并且一路当上领袖 而这个组织就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前身 也被称为是赤检 原本赤检一直被施亚努给打压 但越战的时候 青梅的坚本在军装势力趁机发展了政变 让施亚努被迫流亡中国 当时沙洛特少就决定改变方针 跟施亚努合作 借着施亚努的关系和名望 来获得中共支持 并且煽动民众反抗军政府 而为了防堵共产势力扩招 美国就对柬埔寨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 结果这反而让明星更反对军政府 最后在1975年 斥检成功的推翻军政府 沙洛特少也成为了柬埔寨的失职领导者 不过即使在掌权之后 他也还是继续在暗中活动 不仅设法误导外界 以为是施亚努政府重新掌权 更对于外界隐藏整个柬埔寨 在共产党的存在 只以安卡 也就是高棉宇当中的组织代称 甚至他还切割了自己沙特洛少的身份 化名为波布掌权 就连很多红色高棉内部的人 都不知道波布的真实身份 即便如此 波布政权因为有中共囊靠 再加上美国因为越战经验 不想要再插手东南亚政局 所以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 那在作为了大卫之后 波布也马上就展开了 他的柬埔寨改革大计 波布改革的目标 是要彻底的改造柬埔寨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 以农业为本 自给自足的社会 换句话说 就是要把所有的国民 都变成无产阶级农民 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他们就模仿了中共的大要劲 推出了一连串的改革政策 首先是强制主要城市的居民 集体的迁移到农村 表面的理由是躲避美军的轰炸 实际上则是因为他们认为 城市是资本主义和外国影响的温床 所以想要藉由青东城市 来消除城市阶级 并且推动农业的集中化 而为了彻底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也关闭了银行 取消货币跟私人财产 工厂、商店、土地全部国有化 人民生活的一切 都改由国家统一控制跟分配 人民开始被迫在集体的农庄里面 强制的劳动 从食、衣、住行、甚至是婚姻 全部都有国家决定 同时为了让所有人都专心务农 并且防止反对或质疑 共产主义的思想出现 所以也下令关闭寺庙跟学校 全面禁止宗教和教育活动 甚至舞蹈、音乐等等文化活动也不放过 这样的极端改革 不仅没有达到自己自作标准 更是把本来就因为连年的战争 而残破不堪的节目债 进一步推向深渊 波波的改革 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大型的人道灾难 大规模强制纤席 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医疗、住房或粮食支持 再加上集体农庄的高压劳动 导致许多人因为疾病、过度劳动 或营养不良而死亡 而且所有质疑或不配合政策的人都受罚 所以有很多人是直接在迁移 还有工作的过程当中 就被士兵就地处决 同时在失败的内部管理之下 高层定出了不切实际的产量目标 使得下棋的官员为了达标谎报产量 导致柬埔寨明产量不足 还继续出口粮食 引发了全国性饥荒 在晃腔走版的改革之后 红色高明政权带来的灾难 还有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对象包含了前朝政权军官 王室成员和大量受过教育的精英阶级 比如医师、老师等等 还有的人只是因为戴眼镜 看起来像知识分子就遇害了 甚至红色高明的成员也是清洗对象 由于柬埔寨跟越南的冲突不断增加 博布也对内展开自我清洗 以肃清党内的清悦分子特务间谍为名 大规模的逮捕处决红色高明的官兵 其中更包含了不少他的老友救世 不出4年的时间 柬埔寨就有大约200万人死在红色高明的暴政之下 因此这段历史也被称作是红色高明大屠杀 但杀戮还不止发生在柬埔寨 1978年红色高明军队入侵越南 在边境城镇8处烧杀掳掠 更是造成了3000多位的平民身亡 而正是这个行动加速了红色高明的倒台 检阅两国自古就冲突不断 虽然最初柬埔寨共产势力跟越共有很深的渊源 但博部掌权之后就一直很提防越共 再加上中苏交恶的背景 让亲中的柬埔寨跟亲俄的越南有了更多的摩擦 然后1978年柬埔寨的挑战之下 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由于柬埔寨名声凋敝 又有一些红色高明的官员倒戈越共 所以战况可以说是一面倒 很快的越军就占领了柬埔寨全境 并且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 以博部为首的红色高明残党 则逃到了邻国边境 靠着中国的支援 跟越军打了十年的游击战 直到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才结束 那回到柬埔寨之后 博部选择继续斗争 拒绝和新政府和谈 甚至扬言要杀害归顺新政府的前部下 但这时候博部的年事已高 后来更为中风从主岛的位置退下 所以红色高明的成员 还是纷纷的向新政府投诚 同时留下来的成员也开始分裂 1997年 博部更被红色高明的新领袖逮捕公审 隔年更传出 红色高明同意把博部移交给国际审判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博部突然去世了 他的死因至今还众说纷纭 红色高明声称是病逝 但也有分析认为他是死于毒物 推测可能是他畏罪自杀 或者是红色高明的高层 因为不想让他受审而下了杀手 无论如何 博部直到最后都没有真实受审 而死前的最后几段访问当中 也还是声称自己良心清白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 不过绝大多数的历史评价都认为 博部带给这个国家的 是直到现在都还没能够复原的巨大伤害 红色高明政权不仅让上百万人过世 或成为难民 也导致了国家人口经济结构 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即使近年柬埔寨的经济快速成长 但是直到今天 他们还是全球最低度的开发国家之一 红色高明对于教育文化打压 也使得柬埔寨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教育断层 甚至红色高明的极权阴影 也还持续影响着他们的政治生态 前总理红森就独裁统治柬埔寨将近40年 到去年才交棒给儿子 而其实红森原本也是红色高明的军官 但是检阅战争时选择倒戈到了越共 所以后来得到了掌权的机会 除了他以外 还有很多的柬埔寨政商高层 也都是红色高明出身 而在加害者手握重权的状况之下 柬埔寨的转型正义沿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比如2003年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 虽然合作成立了特别法庭 要审判红色高明的官兵 但柬埔寨当局却以维持国家和平稳定为由 多次介入 阻止法庭扩大调查起诉范围 结果这场花了上亿美元十几年时间的审判 到了2022年做出最终判决时 一共只有三名前红色高明的高层被判有罪 而且只有其中一位有公开认罪忏悔 另外两位则是跟波布一样始终否认罪行 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说到柬埔寨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除了吴歌窟之外 可能就是近年常在新闻上面看到的诈骗园区 但柬埔寨有过怎么样的历史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好像就比较少被讨论到 所以虽然应该会黄标 但我们还是决定做一集来介绍 柬埔寨的红色高明政权 那么也有看到有说法是认为 柬埔寨就是太过拘泥于这段历史 才没有办法向前看 那么其实不太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们反而觉得 如今柬埔寨之所以还活在红色高明的阴影之下 方方面面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 这是因为对于过去的审视跟检讨还不足够 而这种转型正义的困境 除了是因为很多后来的掌权者 都是红色高明出身以外 也有分析认为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原因 是当时很多的加害者 其实也同时是受害者 于波布政权的迫害对象 也包含了大量红色高明的官兵 有人因为质疑波布的政策 或选择离开组织 全家人都被处决 而其他很多人则怕得不敢反抗或离开 这导致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也就使得追讨罪责 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和更困难 不过老实说 我们觉得就算不是这种状况 就算所有人都是像波布这样的完全加害者 也都被神志依法 好像也不能说转型正义就落实了 因为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背后 也跟法国的殖民 美国的轰炸 中国的协助等等的外在因素有关 波布传记的作者钱德勒 在书中也有提到 波布是时代的产物 是二战后 柬埔寨的社会文化阶级制度 形塑了他的思想 也让他有机会崛起跟掌权 虽然这样追溯下去 感觉好像无止无尽 会让人疑惑说 所以转型正义到底是什么 要做到哪一步才算是落实了 不过我们自己是觉得 或许可以试着换个角度 把转型正义当作是一个 本来就必须持续下去的讨论过程 因为这样子不断地 尝试厘清反思的习惯 可能反而更可以帮助人们 随时自我提醒 避免重蹈覆辙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红色高棉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嘴巴跟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红色高棉的内容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上面 就下午心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